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现在就读台大政治系的国民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当主持人 课余时间接下网路直播主持工作 台大政治系即将毕业的学生面临职压选择 但在踏出社会前得先过当兵这关 面对兵役政策可能调整 从四个月改回一年 人生规划顿时添加变数 延长一年的话等于说要多花八个月在均匀中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因为这一年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准义男反对延长一期 但根据雅虎网路民调 有49.8%民众支持延长征兵一期到两年 27.1%认为要延长到一年 也就是说高达76.9%民众支持延长征兵一期 甚至有69.4%民众认为男女都要服兵役 一般的民众也认为说 台海的危机确实真实存在的 自己的国家自己就 一年的这个疫情 但是必须要搭配非常精实的训练 你的训练是将来真的能够上战场打仗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般的军事素养 是不是能一定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建立 这个可以再去讨论 年轻的一代是因为他们看到 目前的科技的变化 尤其是军事科技 所以军事科技它现在已经不是 人多就能打赢了 无二之战让不少人联想到台海安全 连带使得台湾兵制问题引发热议 台湾去年出生的新生儿为15.3万人 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立法院法治局预估 18年后台湾只剩下5.6万亿难可用 为了确保兵力充足 建议政府可以恢复真兵制 兵员不足问题加上台海情势紧张 现在还有媒体披露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机密文件显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考虑今年秋天 全面接管台湾 全民国防准备好了吗 不管中国是不是要攻击我们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攻击我们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部长口中的准备 包括为了补后背军力缺口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国军最硬较招 其实目前我们的这个训练 相关的这个密集度还有实战性 我认为还是不足 对于巷弄战的训练 我认为还是少之又少 还有实弹演练 实弹射击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不够 除了后背战力依据国军编制 总员额21.5万人 扣除文职等1.9万人 各单位编制员额是18.8万人 国军现已招募超过9成 但整体数字实际上是被相对轻松的单位拉高 野战部队陆战队人等 这个可能工作比较辛苦 艰苦的单位 那年轻人这个 这个加入这类部队的这个志愿 其实比较低的 大家更喜欢加入的可能是一些后背 可能文书年轻人这个选票 是包括执政党反对党 国内各个党派积极争取的一个部分 是维持募兵还是恢复真兵 毕竟事关年轻族群利益 反映在现实选票上 政治红利和国防实力孰亲孰众 陷入两难 TVBS新闻陈友诚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